大家好 好 一下 今天 針對台湾這個問題 和中國土地這個問題 昨天我發表了一個 談那個白皮書 主要是 針對大陸 昨天是針對大陸國裁辦 這個來解釋這個一個中國這個原則 還有一些不完 就是說為什麼失敗呢 有些地方呢 有些不全面 就有點片面 我重點就談到了這一個問題呢 就是有一點 再有點行為上學 還需要有一點呢 兼顧兩個方面 兼顧什麼呢 兼顧一個聯合一個憲章 但是一個中國的原則是什麼 我們不能只看2758號 2758號那個文件的表面現象 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這個合法地位 還要看著它的一個本質 這個不忘初心呢 這個本質是什麼呢 本質是1945年聯合國註冊的 這個中國的名稱叫中華民國 所以說這個叫錨定 這個如果我們這個不錨定這個中華民國 這個一個原則呢 就成了五本之墨 所以我昨天是針對中國國裁辦和二十大 還有這個要解決這個裁判問題和中國統一市大業這個問題 我提出一個補充意見 今天我這個講的題目是什麼呢 我是班主人 自裁當勇武 這個同時呢 這裡呢 結合著這個台灣同胞 這個目前的情況下 應該究竟是怎麼認同這個大陸的白皮書 怎麼來看待 這個蔡英文 這個賈博士提出的 四個堅持互不隸屬 這個叫中華民國台灣主權獨立 今天呢 再附加一個條件 就是講 因為我在美國呀 我要 我這個要 我要 我要給那個佩洛西 那個capital 給那個國會 國會議長 這個佩洛西 這個 還有這個 跟他一行 參訪到台灣去的一行 他們一個發布會 他說 這個發布會呢 我就今天就把這個 我把他的發布會呢 提出來 把他的原因呢 就提出來 我今天呢 就把他這個 所做的這個 這個 訪台以後 他對自己的形成一個 反省 一個檢討 看他到底說的是什麼 我們是 社會實踐是檢驗他 這個說話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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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這個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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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真與假 為不為法 我們呢 今天呢 我今天還有一個問題呢 就講 他說的 台灣關係法 我今天就是法 這個台灣關係法 跟台灣人民講清楚 這個 這個顛倒這個位子 台灣關係法跟 這個 這個這個 在這個兩岸關係 和美中關係當中 到底起什麼作用 這個問題 不講清楚 台灣人民呢 啊 就被上大受騙 不但被 被 被 因為台灣人民的 就是 無知 就是認知 認知作戰 現在是一個 認知不協調啊 所以呢 就產生了很多陷阱 所以 你不把這些陷阱 給打開 這個 這個台灣問題 你這個台灣問題 就是一句空話 就是水泡 啊 就是說 用 馬克思的話 來說呢 就叫做 批判的武器 不能再去武器的批判 啊 那個 這個這個叫 物質的力量 必須用物質來摧毀 啊 你們只要 說服群眾 怎麼一群眾 那麼就會變成 群眾的這個 這個 間諜和識別這個 這個理論的 真與假的一個 這個武器 啊 就變成了 比軍演還要重要啊 啊 比這個這個 不戰而缺人之兵啊 啊 這個比 就是 這個這個 就是說 你只要 理論能夠說服人 就能掌握群眾 如果理論 只要徹底 就能夠說服人啊 啊 就是說 我們這個 這個 這個 國家統一啊 就是要把這個 民心啊 這個 這個 凝聚起來 取信一名 叫做 天下衛公 保衛的衛 啊 不是那個 那個 孫中山說那個 衛了的衛 for just the poor something 而我 我在這兒是保衛的衛 啊 中文化叫保衛的衛 我在這裡呢 做過那些 很多那個 很多事情的 解釋也很多了 啊 我也對我自己呢 在這裡呢 所做的 所做的 所做的所為呢 也做了很多的一個 修飾 所描述 啊 我主要是讓大家呢 了解啊 了解什麼呢 我在做了些什麼 是吧 我們應該做什麼 我們每個人啊 就是 就是 What do you do for our country 你每個人 你每個人 為了這個 一個中國的原則 你做了些什麼 你包括你拜登也好 包括你什麼 為了這個一個中國的 啊 One nation 對吧 Policy 啊 China One nation Policy 啊 你 你 說出來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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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了些什麼 對吧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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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 這個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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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就要講清楚 把這個 最立統一 就是 某定 某定這個原則 一個中國的 白皮書 把他們聯繫起來 因爲什麼呢 昨天呢 我講了 國台辦的一個缺點 一個盲點 一個 一個 鬧動 就是沒把 中華人民共和國 和中華民國聯繫起來 所以 不能夠得到 台灣人心的支持 啊 所以說呢 說中華人民共和國 和中華民國 部門李祖 為什麼 部門李祖 為什麼 本來就是 中華民國 就是中華民國 為什麼呢 根據法律 根據 我們的革命實踐 我闻到一口,我看一下这火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因为这个炉子,我一个人生活,就在这里做孩子, 不前不后就有些不此之彼,跟大家笑话的时候,你看我这个牙就掉了,就掉在厕所里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冲得给冲建成,所以我这个牙现在在美国乡一个牙可要大的破坏。 我觉得我等到一日回到大陆的时候,大陆有医保,我这里的医保,不是医保,就是大陆来讲,乡牙比较便宜的,在这里好家,动不动就几千块钱。 所以我也是强工修舍,我也不是说什么,因为我就是,因为我这个无关一身轻,我就是在美男的退休工资,这就是什么,这个对不起大家,有一句,我想到一句话,你知道吗? 吴迅说的话,消人齿齿,狗斗打开,我这个是齿齿,就是这个对自己,自己是这个这个,这个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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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口,口出莲花,就是到底,所以我怕那个,就大家听不懂我的发音,所以我呢就,今天呢就,声音就稍微就通足一点,啊,笔记得足一点,啊,那么这里呢,我主要是想让, 佩洛西来讲,听你佩洛西讲了些什么,佩洛西那个,跟佩洛西的官员讲了些什么,啊,啊,啊,我们一点一点来开始,好不好,就从佩洛西,啊,那个,发,在那个,那个,那个,美国基因上的发表的这个,这个,这个,那个,那个,发布会,经文发布会,她说了些什么,啊,她说了些什么呢,啊,啊,我们来听听她说的些什么,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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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一点一点分析,我们一点一点从这来听,啊, 就是说,她说呢,我们到台湾去,就是,我们到这次访问台湾去,就是告诉大家,啊,告诉大家什么呢,就是,目的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有这种建立在现状,啊,现状基础上的牢固关系, 这个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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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 就是联合国宪章的一个中国的原则 就是2758号决议一个中国的原则 宪章是什么 你说我来说的 美国的台湾关系法 宪章是什么 1979年1月1日前美国承认台湾当局 就是蒋介石的代表为中华民国的合法代表 那么下面呢就是说 然后呢现在1979年1月1号以后呢 就终止了 现状就是终止了不承认蒋介石的代表 不承认台湾当局是中华民国的 和就是政府不承认它是该人的 不承认它是代表中华民国 这就是现状 那那个那个 现状是什么呢 现状是签了三个联合公报 就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就是现状 就是美国台湾关系把台湾关系把台湾relation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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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质 大家都被这个这个 这个Paylor City就谎言了 给欺骗了 就是说这什么呢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 美利坚合同国是国与国家与国家的关系 不承认台湾 蒋介石的代表 不承认台湾当局的代表 是 与美国还能够再代表中华民国 这就是 2758局还说呢 台湾人民 美国人民与台湾人民 继续保持广泛的密切的 友好的商务文化及其各种关系 就好就告诉大家 告诉全世界 这个是美国的国内法 我在签认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国与国的关系以外 我承认 我和台湾人民之间是 民与民之间的关系 一句话明白了吧 两个不同层次的关系 一个是政府的 government by government country by country 一个是people by people side by side 所以 这个两个关系呢 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有这种建立的现状基础 而牢固关系 然后你先听那个 然后他就在另外一个场合就说了 就是什么呢 我们仍然支持美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就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一个原则 听他讲 要不要再听一遍 我们仍然的支持 我们去那里呢 是为了承认我们的一个中国的政策 我先说 我先说 先说 先说这里啊 他说即使到那里 达到的目的呢 达到目的没有 达到了 他达到了目的呢 他确实是宣布 这个美国是承认一个中国的政策 但是他破坏了台湾关系法 因为台湾关系法是要保持 是美国政府呢 和台湾当局呢 是人民与之间人民的叫非政府关系 你作为一个美国的参议院参议院的议长 你过去就不是非政府关系 你就是代表了美国国会 代表了国会议长 你是代表第三号的政治人物 你就破坏了你美国的一个中国的政策 你就破坏了台湾关系法 这个就是你自己给自己打脸 所以你这次你的行动 后来证明你完全是失败的 就证明你为什么呢 为什么失败呢 你违法了 你违法了美国的国内法 国内法台湾关系法 就配合机你犯法了 你不要以为你是一党 你现在是你自己的司法犯法 你目的是为了转移 你老公呢 在这个内部内线交易 所以引起的这些矛头指向你 你想转移这个矛盾 你又利用你的职权 你又收受台湾那个消灭情的贿赂 把这个外公鞋给收了这个人钱 就要给人家去消灾 就要去网上大陆 就要给人家去台湾 给那个给蔡英文站台 给台湾那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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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反中义武抗中 那台独站台 拉票 为了今天去拉票 这个目的是召老人这个 这个司马周之心路人截之 你看看你现在在说 在这边再说了些什么 我们这有建立的 滚固的原因 我们支持现状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没吃现状的很重要 这个现状是什么 现状我告诉大家 告诉亲爱的台湾 两千三百万人民 大多数都是在梦里啊 糊里糊涂的 这个维持现状是什么 就是战争还没有结束 中华民国的内战还没有 City World还没有结束 这就是现状 告诉现状是什么呢 告诉现状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 现状就是国与博物关系 state state 就是country by country state by state 就是United States by China Republic of China 这是国与国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 country by country 台湾是什么关系呢 现状 台湾是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关系 是民间关系 不应该蔡英文 这就不应该把蔡英文 当做什么总统 蔡英文就是个 台湾一个民选的 一个乌合之众 这群人无首 群人无首把你这个台国分子 给涌上去了 你就是台独召集人 所以说 就叫做 联合国被 被驱逐 出联合国的一个 蒋介石的代表 你台湾应该承认什么 你承认说 我们再讲 这一点是很重要 维持现状 维持这个现状是什么 现状就是一个中国 现状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是中华民国的 唯一的合法的代表 这就是现状 支持维持现状 所以台湾的 那个 台湾的 所有的 蔡英文的 民进党的 这些 胡鹏高尤也好 1450也好 你们都被蔡英文 这个贾博士骗了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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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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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佩洛西在另外一个 什么又怎么说 这是我们的政策 一个中国政策就是我们的先状 先状 一个中国政策就是我们的先状 这个 他说的 他说的 一个中国的政策就是我们的先状 这没有什么破坏性 对啊 他没有 他破坏不了 他 众议长 美国的一个众议长 他最多只能在管制美国的众议院 而且时间到现在 到今天11月的宣布以后 他就到期作废了 ENDING了 对吧 他就结束了 他的政治生命 他的那个 再贪污 太多股票以后 他的影响力就结束了 所以 他利用现在这个叫做 剩余权力 这个叫剩余 剩余效应 最后的权力 就是 所以呢 他想利用这个最后的权力 来叫飞蛾铺火 不 就是说 垂死挣扎 那么 但是呢 他很关小啊 难道我们访问台湾的目的 不就是这个意义吗 啊 我们 这个我们在这里说呢 这没有什么破坏性 我只是说 中国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社会之一 听听他的声音 他的讲话 There is nothing disruptive about that It was only about feeling 我们 我们在这里只是 only only about the theme 我就只是 我们到这里来的一个目的 my goal is simple but the ambition 什么 ambition呢 就是告诉你 我只是想说 中国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社会之一 在听他讲话 你看 Freedom society 啊 China is freedom society 就是什么呢 Freedom society就是 我只是想说 中国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社会之一 两千三百万的同胞啊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台湾 这个中华民国台湾省的同胞 大家听一听 美国终于党 真正的话 不管他是补缺也好 亡羊补牢也好 他当当面 就是蔡英文的面 就是说 当面 就是说 当面说的是台湾支持台湾的民主 面前 背后 告诉你自由 但是背后来讲呢 中国 才是 这个世界上最自由的社会之一 啊 再听一下 把这句话再听一下 台湾是这些宣传呢 自己在那里的 啊 台湾是这些宣传呢 自己在那里的 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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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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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你 我 你 君子一言,四马难追啊,他就说,我到这里呢,是没有什么特化性的,我到这里呢,只有一个目的,my goal is simple, but ambition,说上的 ambition呢,就是我只是想说,China is the world,在世界上, freedom,freedom,freedom,就是最自由的society,社会之一,one of the society,对吧,就是这样,难道我访问台湾的目的,不就是这个意义吗,他要访问,我说,所以说,我们台湾不要想的太多,台湾的关系法,我跟大家讲, 1979年1月1号以前,美国承认蒋介石的代表,可以代表中华民国,那么,1979年1月1号以后,签认深刻联合公报,就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华人民,中华民国的唯一合法的政府,代表中华民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安理会成员,就是中华民国,就按照回购联合国宣章的原则,一个中国的原则,就叫同一性,这一点我认为啊,不但是,蒋介石没有理解,蒋介石的那个, 中美代表大使,叫做周苏凯,也不懂,我都觉得中国人啊,在这个问题上,他不懂的这个问题,以为你这个皇帝啊, 全家人都可以当皇帝,你这个皇帝,你当着皇帝,一辈子都永远是皇帝了,美国人他懂啊,到情做废啊,你没有追溯性啊,你现在中华民国,这个台湾,你挂着中华民国的新年代日期, 你可是没有这个代表性,没有代表权的呀,所以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也应该知道,台湾这个代表,蒋介石的代表,从此一月,1971年1月1号以后,就没有代表中华民国的合法权利了, 他也不是什么干儿民种,他就是一个,他一个省政府,连state都带不上,他连state都没有,state还是个国家,还有个,那个这样,那不承认你的,你的,你的,你的宪法不承认的,因为你,你这个宪法所出现的,没有经过,四万万人民,没有经过十四亿人民的确认,所以你这个宪,宪法也是个, 不是属于全文国人民的宪法,是属于台湾,地方的自己的,自己的一个立法,立法会,一个立法,自己的地方,所以说你这个,立法权没有,国家的主权代表权也没有,你政府的这个法权没有,这就是你,这就是维持现状,我们支持这个现状, 佩雷希说,我们支持,维持这个,一个中国的现状,就是,我们承认中国,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社会之一, 我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共和国,是保持着国与国的关系,我们不承认台湾和美国,台湾和美国的关系叫,非官方,非政府,非官方,非政府间的关系,是民与民事间的关系,是批头台湾人与美国人的关系, 所以说,我今天就穿着这么一个衣服,台湾历史,你现在是出路在哪里,出路,你要享受台湾关系保的法,你就到美国来, 你在美国可以受到美国的,台湾关系法的保护,你在台湾没有,你在台湾没有保护,没有这个保护者,因为台湾那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代表中华民国了, 那么,裴索兴一访谈,他的作用就是告诉中国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台湾,那个,中华民国台湾的,这个领土, 就是中华民国固有领土的,唯一的合法的,对这个法人代表,法人政府, 然后,老太太走了以后,习近平,果不错所要,就派着搞了个军演,就是宣誓主权了,就是宣誓,我在台海这个主权了, 海海这个整个这个地方,东西南北中,就现在我就插一个中,你那个中,你跑不掉了,你是瓮中之鞭, 你是,这个叫什么呢,这叫什么呢,这叫什么呢,你已经是在,这个请君入瓮了,你懂得这个词吗, 啊,这个,你现在就是,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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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怎么说,你都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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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义武抗通,你,你,你敢不敢义武抗通,告诉你,没这个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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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佩内西是,啊,中华民族走向和平统一的,在这个,及时的推手, 我觉得他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就正言若反,他那个行动正好从反面证实了,一个中国的政策, 美国的,美国的一个中国的政策和台湾关系法, 就是,讲穿了他这个实质,你锚定,锚定了什么,锚定了,中国,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和美利坚合同国, 是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就是,哇,我们,这一个中国的政策,就是,线状, 线状就是,美利坚合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国与国的关系, 就,线状就是,四部与五义,不愿不图改变线状,不图修改体制,不图什么,不支持太空, 五义,啊,这个,那个,那个,什么,这个,搞那个,什么,贸易病,这个是,这个是拜登的说话, 那么,他就在提到一个,拜登,拜登是光是嘴皮子说, 但是,这个,贝勒西是做出来给大家看, 啊,事不宜无宜,啊,一个中国台湾关系法, 到底什么是台湾关系法, 我今天给大家呢,就讲清楚了, 特兰恐的,啊,他, 那个,那个,那个, 贝勒西想要为自己抹黑转移事件, 正好,歪打正招, 这个,正延若反,啊, 这就是,正好做了这个,这个,这个, 请军入瓮,啊, 就把你这个吊上来了, indent,这个上钩, 这个本来,手足代兔, 我们现在就把, 这个,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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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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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个,那个,那个,呢,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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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那,现在台湾,蔡英文, 还有两千,三百万,台湾人 谷守官营没有一个反对的 这个叫做温水煮青蛙 你死了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所以台湾人真正是糊涂 还在梦里 这个我们再说 我们再看看他的一行年的 他的一行年的议长 他决定怎么样 我们就给他议长 再给他下点经历 我今天就把这个 这个原文 咱们就针对这个原文 我们呢 他们就是说中国人的说的 他们说我们试图打破心状 就是说中国呢说打破心状 我们不打破心状 你现在你作为原来台湾这个官员 没有一个官员到台湾去 你现在代表你这个中医院院长 你这个现状不是打破了吗 你还说没打破 你没打破也好 打破也好 这个不在乎你说的什么 而在于你的行动 告诉这个天下人民 我们中国人可能不懂这个法治 在这个法律的解释上呢 自尺而非 磨磨磨磨磨 至今没有搞清楚 什么是一个中国的原则 但是你现在这一次 这一次 特别继续去台湾 就把一个原则 弄得水落石粗了 我这个牙这个走风啊 说话有点说不起 走风 就是感谢 这个那个什么呢 我解释了半天啊 我解释了三十年 没有把这个 这个同兴同国 这个贡献家园 这个一个中国原则 这个推翻讲清楚 我现在贝洛西一来 对我加了个加了个油 帮我把这个事情讲清楚了 我今天就是给大家 借着贝洛西 往台这个东风 西风也好 东风压倒 西风 西风压倒 东风也好 我就今天搞得好令 就是 这个 这个 就是立秋了嘛 这是一个 好大一个秋啊 这个就是 这叫 这叫 这叫什么呀 半母方谈一线开 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去何时清如许 没有源头活水来 现在我们把源头找到了 现在在这里讲不清楚 这种呼吟制的混乱呢 就是美国这个 啊 国 中医院院长 中医院院长 佩洛西 那么 拜登是什么叫的 拜登是1979年的 那个签订这个台湾关系法的 参议员 那么台湾关系法说了什么呢 卡特总统说了什么呢 说明 我再重复一遍 啊 台湾关系法 说明了说 我们停止美国和台湾 统治当局 啊 就是括弧 1979年1月1日以前 美国承认蒋介石的代表 为蒋介石的代表 为中华民国的合法代表 这个政府之间的关系 我们终止了和台湾 蒋介石啊 这个统治当局 代表的政府间的关系 然后制定了本法 啊 我们继续保持美国人民 与台湾人民之间的 商务文化和其他各种关系 以促进美国外交工作的推进 那就好了 我也是 我也是那个 这个那个 这个这个 台湾是美国嘛 对吧 那么我来了这个路 我就选择了这个台湾关系吧 我就来到了美国呀 对吧 我在美国就有长期居留权 对吧 你现在 现在何去何从 台湾人要想清楚 你在台湾 这个地方 是中华民国的固有领土 是中华 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代表中华民国的 唯一合法政府 现在 习近平 为什么没有 没有现在 动手呢 因为习近平 在这里呢 他不明白 他只有 解放台湾 战场上 你得到了东西 你想在结束战争 在收台的过程中 你也得不到 这个 这个 你不要存在任何幻想 习近平也好 还有这个国台办也好 你们这个 就第一个上了九二共识的大 什么算九二共识啊 九二共识叫一中同表 就是说 就是说 不是说 这个是 李登辉也好 蒋介石也好 那个 马英九也好 蔡英文也好 包括书记 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 就是制造了一个 通过那个叫什么呢 那个 那个 画了一个台湾 那个 同心园 画了个同心园的理论 同心园理论是什么 中华民国就是以台湾 现在就是同心园 错了 同心园还原来是在南京 现在在北京 只有北京政府 才是中华民国的中央人民政府 这个才是 那么叫什么呢 李登辉就 这个叫 这个叫 形而上学 我表面上 我现在的 形而上学是什么 形而上学 我告诉大家 形而上学是怎么解释的 形而上学就是 孤立的 禁止的看问题 尖化的看问题 你以为中华民国就是南京 南京那个政府 你现在台湾那个政府 就是南京那个政府吗 不如罪 过去 过去 过去你在19 1917年你 借宪法也好 那个时候 你把共产党叫 叫那个 土匪也好 那个都 这个都不去论党 1949年 把你这个 中华人那个 八百万军队打到 这个台湾 你叫胜利 转进台湾 这个叫什么呢 败退了 你战场上 现在失去了 中华民国的 大部分 土地 国土 固有领土 你已经丧失了 代表中华民国的一个 合法的一个代表性 所以说 这个就是一个 一个 量变到质变 现在是 贝洛西到现在来的 就质变了 就发生了质变 我来 我来 我来跟着大家 大家 我觉得台湾人呢 好像在这里的 没事情 就是 我都不知道台湾那个是 台湾那个 台湾大学 政治大学也好 培养了那么些博士 跑到那么多去学习 搞了一些 搞了一些 学了一些 在国际法也好 但是怎么 从陈水平也好 从那个 那个叫什么 就完全不懂了 就李登辉也 李登辉也好 还有这个 那个马英九 包括还 马英九还讲了一点 九二共识 成人九二共识 一中各表 但一中各表就 就错了 一中各表 就歪曲了 联会国大会的